哦,对,是我买的那个scrub,然后它附中了一个,附中了一个什么serial? 哎,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兴趣想用 然后呢,就是一个来自Skin Food的Black Sugar Perfect Essential Scrub 这个是两倍的这个scrub,然后呢,它看起来很大罐,很重诶,真的 有210克,这个才170克,多了整整40克 来看一下它里面,它怎么样 它整个包装就很好看啊,大家看到吗,Skin Food的 我相信这个产品它活了蛮久了吧,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踏入美妆圈子之前呢,就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推他们家的那个黄糖磨砂膏 这是他们家的升级版哦,就是更大更粗的颗粒 打开来里面呢,是长这个样子的 把它这个膜打开 大家看一下,就长得一样 很疗愈有没有,就看起来很像那个年糕或者是那种黑砂糖 它的味道很好闻耶,有一股柠檬的味道,但是没有那种很甜很甜的糖味 就有股淡淡的糖的味道,但是它更多的像是 你知道你们吃过Mentos里面那个柠檬口味吗 它更多像是那个口味 哦,很香很舒服耶 很想挖一口来吃的那种错觉 它的颗粒啊,还挺粗的,是真的很粗 我还真的看到有那种糖的颗粒耶 我觉得镜头里面应该是看不到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就是这种糖的颗粒 刚刚去把我的手洗干净了 然后呢,我现在摸起来我的手是有一点点干涩的 可能是因为磨砂的关系吧 会把表面的那些角质层啊,以及死皮还有油脂给带走 但是确实哦,比刚刚我的手滑了很多耶 就它的磨砂我觉得是应该有效果的 我不知道用在脸上是效果如何啦 但是目前用在手上我是觉得OK的 虽然是有一点点的脚痛啦 就是因为它的颗粒很大颗 毕竟它是,You know,Essential Scrub 2X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颗粒会比普通的大两倍 接下来呢,是一个包装非常丑陋的箱子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哦,这个根本不用剪就开了 有两罐耶,这是什么? 哦,这两罐呢,是来自Yukis的卸妆膏 这是我之前看小红素店有人推荐 然后很多代购也就在卖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就买了回来 我买了一个是粉色的,然后一个是橘色的 我打开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橘色的呢,它的名字叫做 柚子雪沙净柔卸妆霜 卸妆膏干嘛要取那么长的名字,拜托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水蜜桃雪沙净柔卸妆霜 卸妆膏就好了嘛 卸妆霜看起来很高级一样 那我先来拆这个橘色的包装吧 这个是柚子口味的 天啊,我像在买什么植物一样柚子口味的 我相信里面也是有附赠什么挖勺之类的 它里面没有耶 打开来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是这样打开的 里面长这个样 有一个挖勺在上面,真的很多挖勺耶 然后呢,再来这样拧开它 里面就长这个样子 像看起来有没有像是那种 葡萄一样 很像果冻有没有 然后它味道也是那种橘子味 可是它的橘子味不像是那种很天然的味道耶 有一股,你们吃过的lip balm吗 就是有一种,你在Gardia买的那种lip balm 它就是那种淡淡的橘子味 呀,就是那种味道 它的橘子味道跟刚才的那个Cato的这一款 橘子味道比起来 我觉得它的这个橘子味我会更加喜欢一点 它的橘子味道就是真的是有那种稀有的味道 很香的那一种天然橘子味 这个呢,就有一种辣的味道在里面 我们再来拆这个粉色的 粉色的是叫水蜜桃 水蜜桃 最近我发现很多东西 都很喜欢放水蜜桃 每个人都想做水蜜桃的女孩吗 然后打开来里面是粉色的吗? 应该也不猜 对,是粉色的 它的颜色有点像是Banila Coe的那一个卸妆膏 有没有 打开来看它味道是什么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 不是水蜜桃的味道,拜托 就是很廉价的果糖味啊 就没有水蜜桃的味道啊 嗯,我不喜欢甜甜的味道 但最重要是好用啦 它的膏体就是这种粉色的咯 没有什么特别的 而且它移味了有没有 看到吗?它移味了它的罐子 应该是因为太热的关系 它融化了一边 但是我相信它的容量应该没有少吧 接下来呢 然后这样的包装我猜 应该也是我买的另外一款防晒啦 哇,它里面正送了三个 Ponic Effect的粉底小样耶 我很想买它们家的粉底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买 因为呢,有一点贵啦 你知道我是大学生 所以没有什么钱,OK? 但是既然它送的我小样 我就试一下用吧 接下来呢,这款防晒呢 是来自 ROMMAN的 Daily Sun Filtered Dewy Pick 那它是 Watery and Noint Only的配方 然后打开来呢 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 非常小的一款 我还以为很大罐咧 就这样子小小罐的 然后它有多少颗 我看一下 OK,它只有50ml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这两款 韩国的防晒霜 这是ROMMAN的 然后这个是Narsifix的 两个都是50毫升啦 这个比较长 这个比较短 但是容量是一样的 它的膏体呢 是这种肉粉色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到清楚吗 就是这样肉粉色的 然后推开来 是很水润的感觉 然后香味呢 也是清淡的那种 这种香味 没有非常重的那种 化学防晒的味道 但不得也不说 我特别喜欢这个 蓝色以及灰色的这种 罐子设计 接下来 大家 我就要开到今天 最大最重的一个箱子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哇 就是这个 够大个嘛 然后它是来自 ROMLET的 这个箱子 所以我买了ROMLET加的 几乎 几乎是他们家的 全线产品 不是全部啦 就大部分我感兴趣的 我都买了回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来把它拆开 哦 好大块 哦 我还是真的是 第一次开那么大的箱子 哎 天啊 好大块 包的超级无敌的 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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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大块 里面还有一个箱子 然后这是其中的第一箱 第二箱 第三箱 我在想如果我们要加全市产品的话 就我不是要搬两大盒这个东西吗 超夸张的耶 那我们先把第一箱打开 它外面写的一个很非常非常漂亮的字 叫什么 Hello dear from the round lab 然后呢里面是一个brocher 我需要 你那么大的箱子里面 你确实里面只装三个产品 大家看到吗 里面就只装三个产品 这也太浪费了吧 然后第一个呢 是他们家的面膜 这个面膜是 死咯 他们 我的 考验我韩语的误会到了耶 OK 我刚去翻译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以我的烂汉的水准 然后翻译不出 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只要打开来呢 里面是纸片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看到吗 里面是纸片装 OK 就是这样 它的功效是什么 我一概不知道 因为这里写的全部都是韩文 所以我不知道它 但是呢 我会很负责任的 把我之后的使用感受和大家分享 可能如果它年底好用的话 放在好爱用品分享里面 如果不好用的话呢 就摆入雷瓶 接下来呢 是他们家的这个 独岛系列 Doctor系列 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吧 在IG也有看到 然后也是有很多小朋友上面都会有 而且蛮多人在推的 所以我就按耐不住买了回来 这个呢 是一个安平Apple 这边就有些英文 我就看得懂 里面打开来是长这个样子的 哇很好看啊 这个包装 就那种简洁大方的包装 我特别喜欢哦 然后它一个呢 是45克 然后看起来 它里面的那个液体是粘粘的 它的流动性很强 然后呢 非常的水润 没有味道 一点味道都没有 真的好像摆开水一样 完全没有味道 如果你是怕有香精啊 或者是酒精什么的 这个真的没有哦 它是完全像水一样的味道 就是没有味道 ok no 完全没有味道 想要尝试找出一点原材料的味道 都没有 它不是完全水壮的安平 它是带有一点点黏的那种安平 那你问我它会闷皮肤吗 如果你是大油铁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闷 但如果你是像我那样大干皮 你就会蛮喜欢这种感觉的 上完之后呢 它就是这种水润水润的感觉 再一个呢 是这个独岛系列的 lotion 就是乳液 它的乳液啊 还挺沉的耶 长这个样子 哎 然后它里面的液体是 乳白色的 然后呢 很水润 这个就比刚才的安平啊 更加的水润多了 就不会有那种很闷很闷的黏力感 这一瓶东西啊 有200毫升 200毫升 对于乳液来说 算是可以用蛮久的了 过后我们来开第二箱 它每一箱都给我一个brocher 然后第二箱呢 也是一样有三盒不同的独岛系列产品 那首先呢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独岛系列的面膜啦 然后这个应该是主打补水的 跟刚才的爱业不一样 爱业的应该是主打震静修复以及抗炎的嘛 然后这一个呢 是补水的 然后我打开给大家看 它就是石片面膜 最后呢 还是他们家的一个 Doc-Doc-Tensor 对我的Tensor呢 已经被我用到垫底了 我只是擦把那个管剪开来挖里面的那一个高体来用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新的几点霜 里面长得是这个样子 哇 就非常搭配的好看 我很喜欢这种白白色的 我就觉得很美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非常大罐的 应该是他们家的Toner吧 这个我买的是500毫升 然后这边呢 写的就是韩国2019年 Awards第一名的这个爽壶水 然后打开来就是这样子 非常大的一罐哦 听过很久哦 这个500毫升的 矿泉水 看包装来看 是不是很像白白色有没有 就像矿泉水瓶一样 关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包裹啦 打开来里面应该不会是三个东西吧 还真的是三个东西 里面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边旁边呢 有三颗 应该是面霜类吧 然后这边有一个 也是水 然后还有一个 面膜 这个是他们家的白叶树系列 他们家的白叶树系列啊 也是主打保湿补水的 跟他们的独岛系列有 异曲同共之妙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 白叶树系列的水 这个水有300ml 然后长成这个样子 很像矿泉水 为什么他们家的东西长得像矿泉水一样 最后就是这三颗不同的面霜 所以我买面霜买蛮多的 因为我会把它用作日霜 以及晚霜来使用 一起用两轮 一颗呢是这个白色的 白色的就是独岛系列的 然后呢 绿色的这一颗呢 就是爱叶草系列的 蓝色的这一颗呢 就是白叶树系列的 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白叶树的系列 看看里面有什么 它里面也是有附责一个蛙烧 长这个样子 诶我发现他们很喜欢震蛙烧诶 然后呢 它里面是这种玻璃罐的 就是看起来高级一点 它里面的膏体呢 是没有味道的 真的是全系列的白开水诶 然后里面膏体长这个样子 看到吗 就是这种淡蓝色的膏体 非常好看 我们喜欢它 像那种排水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的第二款呢 就是这个绿色的爱叶草 那打开来呢 里面还是会有一个挖勺 然后呢 这个膏体 看起来是粉色的诶 像是那种 偶粉膏一样 诶 它长成这样子的 好像那种果冻一样 大家看到吗 像果冻一样的质地 然后啊 它有一股 Dato的味道 Oh my god 为什么有Dato的味道 但是 上脸之后 不会有那种 很重的Dato味道 所以还可以接受 今天的最后一样的产品呢 就是这个 白色盖子的 独岛系列 然后它这里面呢 就是完全是白色的哦 就是长这样子 哦 这个就比较粘稠 大家看到吗 长成这个样子 它就不会有那种 刚才那个 DingDingDing的感觉 然后它的味道 没有味道 白开水 对 就是白开水 终于开完了 全部的产品 今天的东西 真的有一点点多 但如果大家喜欢 这样开箱视频的话呢 记得在评论底下告诉我 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之后我就会再拍 更多类似的视频给大家 然后呢 我觉得今天我们开箱的产品啊 颜值都蛮高 都蛮好看 就是有符合到我的审美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蛮好看啦 那最后的最后呢 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 收看我频道的最新消息 还有不要忘了追踪我的IG帐号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